大家好,今天我录的一段视频 就是张扬西远被活摘贩卖 张扬上将被灭门 十号天上将公开露面 罪魁祸首是江泽民 习近平、薄熙来、李克强、王岐山的历史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私人国家为基础的 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共和国 我在跟大家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先让大家知道联合国宪战 联合国宪战谈到人民的意志 就是决定了政府的意志 那么依据联合国宪战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顺序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婚姻法 包括是宪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27年的过程中 国家的经济建设一直处于艰难的状况 等待我和我妻子的出生 我和我妻子出生之后 买卖开张 我和我妻子被活摘贩卖 从小的活摘贩卖 一个做了牛 一个做了马 大家都知道 在第一汽车制造厂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 那么我大学就在那里上 那里生产的是解放牌大卡车 第二汽车账在湖北的实验 生产的东风牌大卡车 那么就是拿人活人做人体实验 被活摘贩卖和活人做人体实验 那么我和我妻子被活摘贩卖以后呢 被扣上了地主 地主地主团 皇帝皇后的帽子 然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了 45年44年 后来呢 也就是说从08年开始 以胡锦涛为首的统治集团 以上层建筑改革为名 对我和我妻子发起了政治谋杀 惨无人道的迫害了我们将近十年 这已经到2018年了 所以胡锦涛就是一个反革命 反人类的杀人犯 是在最近的案件的公布中 已经可以看到了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人民当家作用 凡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民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采用的是 民主共和的制度 但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这样的国家 有没有呢 就像一棵树一样 一定要有一个树根 才能长起了参天大树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是以私人国家为基础 那么大家看一看一些小的国家 比如说东蒂温 新成立 新独立 东蒂温 文莱 摩纳哥 圣马利诺 我这里有马拉 圣马利诺 樊底冈 瑞士 对吧 还有列支 敦士登 大家都看到这些小的国家了吗 那么它对于大的国家 也是一样 它一定要也是以私人国家为基础的 这个私人国家 就是以我和我妻子 以及我们家族血脉 所构成的这样一群被共产党 实行了种族主义屠杀 种族主义迫害 政治迫害 宗教迫害 酷刑 虐待 强奸 以及人体实验 种种反人类罪行 迫害的 这样的 以我和我妻子 相关的所有家族的亲人 为基础的 建立起到这样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但是这样一个国家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所谓君主立宪 代表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的这棵树 是以这个王室的根基建立的这个国家 那么所谓民主共和呢 就是这样一棵树的树根 它本身没有去当王 但是这个国家同样是以这个私人国家为基础建立的 以这个私人国家为基础建立的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这是第二条的规定 对吧 是以工能联盟为基础 以工能联盟为基础 它这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为什么叫人民呢 就是说 首先你是个自然人 第二 在这个国家 不允许当王当皇帝 这叫人民 那么我和我妻子 一切我们家族 就是绝对的人民 作为一个私人国家 我们的地位 相当于东帝们 相当于文莱 相当于劣质敦士登 相当于圣马利诺 相当于梵蒂冈 相当于摩纳哥 相当于古巴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 私人的国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没有任何一个有国籍的人民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房产 田产 货币发行的权利 以及我们的政治权利 人身自由 安全 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民主权利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从我和西月初生以来 一直所进行的挂羊头卖口罩 斗地主扎听话的游戏 那么经过08年以胡敏涛为首的 反革命的政变集团 实施的反人类罪行 谋杀我和我妻子 就像了马航370的政治谋杀案一样 对吧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惨不忍道的酷刑迫害 直到今天他们还使用无限离拨 非法侵入我的住宅 严重的触犯了中华人民国国宪法 破坏我们的通信 网络自由 这都是违宪的 更不要说他们犯下了叛党叛国 现行反革命反人类 背叛中国民族 谋财害命 叛国一级谋杀罪 那么当时在古代的预言里头说过 头生脚眼神光 庶民不用慌 马不点头石成底 红花开后 红花开进白花开 所以这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以我和我妻子私人家族为基础的 这一个私人国家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是一个以私人国家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说归根到底呢 按照现代来说呢 就是可以当王的人现在不当王 但是他同样具有王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 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行使管理 这样的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 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现在非法使用无线电波 入侵我住宅 破坏我通信网络自由 威胁我人身生命财产安全 对我进行酷刑迫害 对我犯有强奸 虐待 谋杀 政治迫害 种族主义迫害 宗教迫害 侵犯我人身自由权利 政治民主权利 侵犯我人身财产权益的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叛党 叛国 现行反革命 反人类 背叛中华民族 谋财害命的一级谋杀队 叛国一级谋杀队 那么张扬被灭门 因为什么呢 他牵涉到了 拿我做活人人体职业的反人类罪行 那么迟浩田 现在站出来 什么叫迟浩田呢 就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往后 从我和我妻子出生以后 没有告诉大家真相 把这件事情推迟 田吧指的是天下 天下指的是这个国家 那么推迟告诉所有人 罪魁祸首呢 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的牌子 为什么一摘呢 就是这个江泽民 对吧 那么咱们再谈到习近平 薄熙来 李克强 王岐山 他们都要谈上 担当了什么样的历史角色 也就是说习近平 习近平的任务 是要把这个品牌卖黄了 他进个工退个手 同时转移资产 隐墨资产 隐藏资产 霸占资产 盗窃资产 抢劫资产 大家都知道1952年 设立的这个分封制里头啊 全刀北美大陆的共产党 全刀北美大陆的分封制里头 册封了104个人 但是这里头有5 一共108嘛 像水浒 水浒一样 108 其实我五份 是我和我妻子的 那么为什么 表面上国内 2013年12年 公布的是103人 这什么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人就是谁呢 就是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既要打劫 还要转移资产 隐墨资产 还要从事着 这种进口退个手的 种种行为 他一定从 有犯罪的根基 那么薄熙来是什么呢 薄熙来的案子 温家宝和温家宝表面上 处理的薄熙来 实际上 他是在这场政治谋杀中 利用干掉薄熙来作为诱饵 诱使我和我妻子上钩 以达到谋裁害命 摆下的一个红文艳 所以温家宝什么 是一个杀人犯 那么李克强是什么呢 当我给这个共产党写信 要求给我12万亿人民币的时候 李克强立马盗窃了6万亿 没办法我再次声明 再印6万亿 李克强是个贼 那么王岐山是什么呢 根据郭文贵的指控 他根本是一个杀人灭口 转移财产 隐墨财产的 贵子手 他根本不是什么反腐的人 这就是这四个人的角色 那么习近平目的就是把这个事儿搅黄了 以达到赖仗 谋财害命 拖延时间 妄图嫌疑翻身 洗刷臭名 江青同事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货根是谁呢 就是江泽民 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江泽民提词到现在 他没有公布的原因 所以就说江泽民和胡锦涛 商讨之后 以胡锦涛动手 对我和我妻子 从事政治谋杀 后面操办手是江泽民的儿子 江明衡 然后以温家宝 干掉薄熙来的诱饵 又使我上钩 以达到摆下红门宴 然后习近平以反讽为名 配上刽子手 王岐山杀人灭口 转移财产 李克强趁机道谢 这就是大家看清楚这一套了吧 所以整体上还说 货根就是从江泽民 因为江泽民 他已经跟邓小平成丁 说得非常清楚 他将鞠躬尽瘦 死而后已 他将承担这一切罪责 所以他抄写了地藏经 同时他在南姆德开了会议 就反正是妄图确立第二中央 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上来 以福建邦为基础 企图说不清道姆名的小战夺权 杀人灭口 谋财害命 篡党夺权 妄图颠覆这个国家 所以这些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我和我妻子以及我们家族 保受了摧残 迫害 包括强奸 酷刑 虐待 谋杀 人体实验 政治迫害 宗教迫害 种族主义迫害 等等 反人类罪行迫害为基础的 对我们家族使用反人类迫害为基础的 建立的这样一个君主立先制的民主共和国 那么大家都知道 大宋王朝曾经有八十万进军 对吧 埋伏在这个汴梁城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警 成为了江家人的私人武装 多次的 包括周永康啊 包括周永康啊 以及后来的多次发生的一些 威胁政 政体安全的这个军事行为 都是由武警发起的 他一共八十万人 这叫八十万进军 现在被裁撤了四十万人 这叫什么 腰斩武则天 那么在使用无线电 入侵过这个乌兰 这伙暴徒 这伙凶手 就是政法委的流氓 他们就是政法委的流氓 这伙犯罪分子 公然违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法 禁止侵入 公民私有住宅 对我进行行凶犯罪 他们是叛国一级谋杀 是死刑 所以共产党 霸华了我的房产 霸占了我的田产 剥夺了我的货币发行权 侵犯了我和我妻子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以及我们的民主自由权利 所以这个国家 是什么样呢 就是以人民 你是人 你不可以当王 不可以当皇帝 可以当民 但是你同样具有王朝皇帝的权利 因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但是共产党在人民的这个两次上 搞出了二一性 所以他叫这么出来了 人民群众 人民和群众是两回事 群众是什么 军阳 我是张阳 以我为首的人 尊我为首领的人 尊我为王的人 尊我为王的人就叫群众 我和我妻子 以及我们的家族就是人民 这叫人民群众 人民的广义的人民群众 是指广义的人民群众 是指的群众 绝对的人民 狭义的人民 指的就是我和我妻子的家族 所以这个国家 是以我和我妻子家族为基础 私人国家为基础的 君主立宪制的 民主共和国 大家都知道 像武警这样的组织 在美国叫国民警卫队 国民这个称词 指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那么说明美国也实施的是 同样的政策 也就是说美国的真正的树根 那个掌握美国的财团 那个家族 他不是美国的国王 也不是美国的总统 也不是美国的皇帝 但是他同样具有着王的待遇 他们曾经说过肯尼迪家族 就具有这种待遇 那么现在我跟大家已经说清楚 整体这个国家的政体是怎样 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群众 所以这个国家 是以私人国家为基础的 君主立宪制的 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中国国家的形状 大家都知道 08年以江明衡为首 在幕后操盘 江泽民和胡锦涛 狼狈为奸 以胡锦涛为冲堂打手 对我和我妻子展开了动用政法委的力量 展开了政治谋杀 那么习近平 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搅黄 隐瞒财产 拖延时间来当 甚至妄想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他进口宫退合手 玩的耍的是两面派 做的是两面人 那么温家宝处理了薄熙来 他根本是利用薄熙来为药饵 又使我和我妻子上当 以达到拜下洪文宴 对我和我妻子进行谋杀的目的 温家宝是个杀人犯 李克强是个窃贼 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帮凶 他以反俘为名 杀人命后大击大肆领财 转移财产 那么对于 这四个真理的定位 大家已经看了很清楚 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为此这个案件已经进行到 把假冒我的上将张扬 满门抄斩 池浩天推迟公开的 上将池浩天已经站出来公开 指出了这件事情的幕后凶手 是谁啊 就是江泽民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我再次呼吁你中国共产党 公开历史真相 返还我的田产 房产 货币发行权 我的正当的人身自由民主权力 确保我和我们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要的是独立自由 我们没有违背 联合国宪章 人权宪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们对于那些叛党叛国 现行反革命反人类 背叛中华民族 谋财害民一级谋杀罪的杀人犯 要求中国共产党军方 司法当局 对他们坚决的死刑 不杀 不作为平民犯 好谢谢